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 收到的信息 这个是一条救援信息 尼泊尔发生了大地震 你能不能出队 我说OK 没问题 回家里面去哪我的追问 我們去集合 對我們去紐瓦爾當時 在廣州出發的時候 就讓中國人來 他說的是中國人 不是說的是讓藍天救援隊去 我要拯救人類 我要拯救地球 我們拯救不了 我們只是在做一些 順手的 手頭的事 收到的信息 這個是一條救援的信息 泥布爾發生了大地震 你能不能出隊 我說OK 沒問題 回家裏面去拿我的救援 去集合 他背著他那個大包走 去集結 然後一直看著他上了車 然後車走了 當時我們在飛機上 就能看到當地的那個情況 很多房子都倒了 就毀滅性的災難吧 整個泥布爾那次救援 全世界的救援隊 只救了兩個活的出來 後面就是我 我主要是教你攀岩 藍天軍隊從2007年的時候開始做 當時也就是一幫旅友在做夢 當時就有很多旅友在山上 就崴角啊 迷路啊 就各種情況都出現 然後我們就去救援 這些攀爬能力是最基礎的 這一次就是想把這個 好好練練 因為做補充嘛 我們不能有短板 有短板可能就暴露自己的危險 就你要往高速爬 現在在下邊先學一學 首先要找兩個點 腳上踩上去 手上兩個抓著點 你知道是你這個手啊 要放鬆 要放下來 這樣去爬 比如說爬那個點 你試試 我沒爬過呀 放心 沒事 我在這保護你呢 他現在 現在已經是我們的水域教官 主力 以前做過水域的 繩索的 現在又是優雜的 大陸是哪兒加入藍天居然隊的 對 那時候他跟你說這事呢 知道他進到居然隊 大概有一年以後吧 沙大學關係好嗎 沒有各考 我們班級裡呢 就我們兩個個子比較高 緊接著就是社團的招心 我們就一起加入了這個社團的這個摩托隊 然後就一點點就越來越熟 越來越熟 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我很少跟我的同學去講我們 居然隊是幹啥的 因為我當時我們班有很多同學覺得 你這事兒不靠譜 你們只是一幫傻子 就這樣認為 肯定會有一些人覺得 你做這個事可能好像你高尚了 然後你怎麼怎麼樣了 就是不一樣了 那現在也有時候他們也不知道 你什麼 我不是藍天救援隊 他說你們是坐飛機來的嗎 就有先生說 我說特別冷 你給我送貝子過來 趕緊你吊直升機過來 我說我們吊不了 上回來了吧 上不去了 大型地震 百分之多少的機率 都是老百姓自救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 百分之九十以上吧 九十到九十五 都是老百姓自救護救 剩下的百分之五到十才是 專業的救援隊員 他們在 2012年到2019年 到2019年 都是咱們藍天救援隊的 離線搜索隊員 其實我們如果知道這些救援知識 避險的知識 那我們就可以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存活的機會 像平時啊 我們都會帶一個這樣的小包 看到這裡邊呢 基本上是創傷的藥片 還有一個蜂蜜 我用過差不多三次了 在地鐵裡邊走著走著就碰見有人 滴血糖就暈了 我就給他們這個 吃了這個以後 沖點水 就可以緩解上來 自從做了救援以後 基本上只要看到路邊有人在圍觀啊 我都會去看一看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樣的情況 因為自己會喜酒 之前是在四環吧 碰到那個一個老太太 夏天的時候就中暑了應該是 暈倒了 檢查了一下 然後把群眾疏通一下 因為環境是密閉的 它就空氣不流通 然後打120 這個事是我回饋社會 然後救援隊給我的東西 告訴我這件事應該怎麼做了 他是11年嗎 加入到藍天救援隊的 是的 大二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是沒有想過要 沒有想過要加入到這裡邊來的 說實話 從什麼事開始呢 就是給我最大的決心呢 就是15年的時候 那個尼泊爾地震 接到這個消息以後 接到總隊的這個出發信息 那我們就會在我們的 先從正式裡面選 越南的 越從等級越高的 這裡面選 跨國的這種救援 這就算是最高等級了嗎 隊長會有一個考評 考量 他會把這個名單發布出來 那有名單的這個隊友 就馬上就會響應 哪天哪天出發 預計至少10到15天的一個時長 就是自己評估一下 你看能有時間 有沒有時間 有沒有這個精力 有沒有這個技術 然後有沒有這個經濟 來救援隊裡邊 你反而掙不了錢 你平時救援 你開車去救援 油費啊過路費都是自己花錢 去尼泊爾救援 我當時我還問他們去 我說你們現在有錢嗎 我現在卡裡邊沒錢 你先給我轉一些錢 我先買張機票 我們不接受任何的有償救援 然後以及被救助者的感受 對 我們的訓練架子 訓練架子旁邊有一個牌 看到了吧 上面有很多名字 訓練架是這些人湊錢買的 湊錢做出來的 本身救援A制從10年 就是艦隊我入隊的時候 就是按這個體系來的 當時咱們從街道這個說 我們要集結要出發 到真正您出發大概是多長時間 大概是三個小時四個小時的樣子吧 那天晚上是我騎著摩托車 然後他背著書包 然後給他送到大車的地兒 我就一直看著他上了車 然後車走了 然後一直都是這種狀態 然後我覺得他這事真的是 絕對要好好走 在北京這邊當時第一梯隊是去了四個人 然後全國是去了二十多個人第一梯隊 因為北京沒有直達尼泊爾的 要飛到廣州去集合 對我們去尼泊爾當時 在廣州出發的時候 我們在出發時候在飛機前合影 你說實話到那時候一點不心慌 心慌啊 我印象中最深的那個現場就是 有一個房子 那個房子 中間有一道風馬上裂開了 當時那個房子 是一個四層的樓 一層被壓扁了 還剩下二層三層四層 那個現場其實我們去之前啊 美國隊啊 印度隊啊都去過那現場 他們最後沒有做 房主不是說沒有其他的救援隊 去跟他接洽說這件事怎麼做 說這件事就只有中國隊做 但是我們穿的衣服上面有國旗啊 就讓中國人來 他說的是中國人 不是說的是讓藍天救援隊去 我們用了一天多小兩天的時間 去研究這個救援方案 當時我們呢 是去到以後 我們那個 結果專家也看了以後 覺得確實危險 我們在一個小時的測算裡頭 擴大了三個毫米 對於震動來講 這三個毫米可能不算什麼 但是它有一震以後 它的破壞力可能就變成了一個幾何數字的 根據震集來講的話 它可能直接就垮塌了 那個樓呢 它有一半 是被瓦機給打碎了 打了一半 隨時都在掉磚頭上面 我們就在下面去工作 去做救援 加德滿都市最高指揮官 還不是應急的指揮官 開始他就在邊看著 以至於後來那個是 尼泊爾的國家救援隊的指揮官 說裝備人車我們全有 你們要怎麼做 對 那時候我們在那做的那個東西 國內的媒體就這樣幫我們說 他們成立了一支敢死隊 然後要做那個現場 我們用了兩天的時間 然後才去調的重型裝備 把它那個 他是母子倆 完整的給 給請出來了 你完全沒有想到你的這一個被癢 你完全沒有想到你的這一個被癢 去尼泊爾 你完全沒有想到你的這一個被癢 影響他的這個決定 因為我也了解嘛 我倆一零年上的大學 到現在算是十年嗎 但影響的都影響了 因為我們的朋友肯定跟我們的三觀一致嘛 我覺得會 一是更容易信任更容易接受 二一個然後也更容易進來非常 踏實的持久的把這個事給堅持下去 我很多隊員一剛進來以後 為什麼要加入這個救援隊 我要拯救人類 我要拯救地球 我們拯救不了 我們只是在做一些順手的 手頭的事 跟我們萬要解個塑料片 扔到垃圾桶裡面一模一樣 它不分大小 我們都在做一些角色的事 我們都在做一些早期的事 我們都在做一個不好的事 我們都在做一個好玩的 我們都在做一個好玩的